HELLO 大家好,又是我Anson 之前一直有看一位日本YouTuber 他用一些UV膠去做透明件,我覺得做得非常漂亮 所以今集也想試一下 也是像他一樣,用了阿傑多的腰帶來做實驗 因為這盒阿傑多,其實我有兩盒 所以就算有什麼三長兩短 不要緊,還有後備件 接著我們準備幫他腰帶側邊這兩個扣位 做一個透明蓋在上面 我們就看看成不成功 這次用到的材料就是這支UV膠月之那 這個是不是讀過那字呢? 我上Google找,的確是這樣讀的 大家如果有更正的話就留言給我 這支月之那標榜沒有那麼容易發黃 而且如果用這個UV燈,6W至10W的話 就30秒至2分鐘就乾了 而一般的UV燈就2至4分鐘 晴天的太陽光都是30秒至2分鐘 其實都是一個紫外光的問題 袋子上也寫著,這一支月之那 比起其他的UV膠,它的通透度也比較漂亮 我們展開它拿一支東西出來看看 那支東西拿上手也挺重的 看到是30克 如果我們純粹玩這些透明件 我想一支也有很久用 除了這支UV膠,我們還要準備牙籤 另外呢,亦都準備一支UV的LED燈 而我們這次要做的呢 就是在這個腰帶扣的面上 鋪一層UV膠上去 那記住它這裡有一個邊界位的 那我們就推到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了 好了,那我們現在開工了 那首先呢,我們就在這件件的中心位置 那我們就擠一匹這些UV膠在這裡 那它比較稠身的 你不需要說怕一擠下去 那它就射到周圍都是 那稍微擠一大滴在這裡 因為我們稍後要把它鋪開 那大家看到,在這個面上有一滴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就拿牙籤 慢慢 將這個UV膠的面向外撥 將它推到邊緣位置那裡 其實是比我想像中容易 因為它夠稠身呢 其實我們很容易控制 但是記住,你知牙籤不要一插 就插到那些UV膠的底那裡 在這個面上慢慢把它推開 那逐小逐小的都是推到邊緣位置那裡 那它就算推到邊緣位置那裡 它也是很乖乖地停留在這裡 完全不會射出去 所以是非常之容易操作 大家絕對值得玩一下 好,推好之後呢 那大家就把件件周圍零下看看推得平不平均了 如果想看得清楚一點的話呢 我會建議拿一盞燈照著來看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UVLED燈照著去照著它 好,等它乾了之後呢 我們細心看看 現在的面子就保持了一盞很漂亮的透明膠 在對比之下呢 大家應該看到一個分別啦 左邊那個呢 就是下了UV膠 你會見到它很漂亮的 拱起了透明蓋 而右手邊那個是沒有的 甚至乎還看到那些花紋的粒粒粒粒 現在的精細度呢 也都大大提升了 好,接下來呢 我亦都盡快做了第二粒 同樣都是啦 慢慢擠一劈在中心 然後呢 我們就用牙籤推開它 如果你推到差不多 你發覺不夠的時候呢 不妨在中間那裡再擠多一點 補充一下呢 再推 如果你再擠的時候 你發覺中間有些氣泡出現呢 那其實你是可以拿一支針刺穿它 其實我這裡都有這個情況 但是撥一下撥一下 我在邊邊撥走了 那就不需要用針了 那好,其實在不用半個小時內 兩顆都已經完全搞定了 現在看看多漂亮 裝上去之後再看 那個仔細度當然也提升了 起碼像它圓柱裡面的腰帶 雖然不是一個很顯眼的改進 但其實這個工序當你熟悉之後 對這個系列的模型或者對你以後砌其他的模型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說回這支 其實價錢都差不多一百元 它有分日、月和太陽 月是質素最高的 太陽就是兩者之間平衡價錢和質素 最主要這支是乾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發黃 聽說日那支比較容易發黃 還有會有些氣泡 這個改進的測試總算完成了 也很成功 而下一步 輪到想研究一下 股家的手腳上面那顆寶珠 我看日本youtuber也是 在這一件件那裡 先轉穿它 就是這個位置 轉穿它 然後用一些小豬 用自由樹枝倒模 倒一些半圓的小豬 再貼上去 但是好像我這些小豬 就小顆了一點 所以這次這條片就不試了 我自己再找大顆小小的小豬 再去試一下研究一下 如果OK的話 我再拍給大家看 都要快點處理 因為那隻綠色的飛馬形態 其實我應該要開工了 這次UV膠的透明Pax 製作的示範 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都覺得有用 實在都很容易操作 比我想像中容易操作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言、按讚和分享 按旁邊的灰色小鐘 那我下次有新影片 大家就馬上知道了 那下次再試到有什麼新技術 那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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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